大家好,这里是404书院,告诉大家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,洗脑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,它能使一个智力正常的人,长期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爬行。 下面我用四个经典故事告诉大家洗脑有多么的邪恶。 第一个故事,在中国五代末期开始,每个中国女人生下来,都被她的长辈告知,缠脚是对的,不缠脚是不对的。 据说这种变态的兴趣爱好,来自南唐后主李玉,理由是他觉得女人小脚很性感,然后就一直流传,成为汉族传统中的一项陋习。 而清朝统治者入关后,惊奇地发现,汉族妇女竟然要缠脚,刚刚入关的他们,并没有学会汉族的这种变态的恶趣味,所以清廷发布法律禁止缠脚,但是遭到了民间的强烈抵制,于是清政府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 随后这条禁令就不了了之,甚至禅族的风气还反向蔓延到了一些满族规防中。 直到民国初年,女人需要缠脚是陋习的观点才逐渐广泛传播,但是直到民国的那一千多年来,除了入关过程中疯狂杀戮的清廷外, 没有中国人禁止缠足,包括那些亲手给自己女儿裹上缠脚布的母亲们,如果你抗拒缠脚,你的母亲会骂你,会打你,为了一个错误的信仰,做母亲的,忍心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,这就是洗脑的力量。 第二个故事,印度自古以来有一门丑恶的习俗叫做缩提,当时的印度人相信,一个殉葬的妇女可以上天堂,殉葬者要穿上当新娘时的全套盛装,坐上柴堆,然后再点火,跟死去的丈夫一起火葬。 换句话说,就是当你的老公死了,你要跳进火坑,活活烧死你自己,这样做是伟大的,圣洁的,印度自古以来,每天都有妇女自焚驯夫,印度的女人自从出了娘胎,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,老公去世,女人要把自己活活烧死,这是作为一个印度女人的光荣义务。 没有人怀疑这件事,直到1829年,1829年,英国殖民者出台法令,禁止缩提这种野蛮丑陋的就习俗,然而,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?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,是英国殖民者大跌眼镜,大批印度妇女上街抗议英国殖民者,说,我们印度女人自古以来就自焚驯夫,这是我们神圣的自由与权利。 我不要你救我,我就是喜欢自焚,这就是洗脑的力量。 那么,缩提这种残忍的习俗,直到什么时候才废纸呢? 直到1987年,印度人才开始觉醒,有时之事掌握了立法权,颁布新法律,严禁缩提恶俗。 这里的严禁,指的是立法否定印度妇女自焚驯夫的义务,并严禁任何人强迫女子自焚驯夫。 而至于一个女人自愿在个人场合自焚驯夫,仍属个人自由,法律并不干涉。 第三个故事,1938年德国吞并杰克苏台德区的时候,不光德国人不鸟他,就连号称站在杰克这边的英法也不鸟他。 杰克外交官甚至连慕尼黑协定上写了些什么都不知道。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,英国好歹还让清政府知道割让的是什么地方,而杰克代表连这个权力都没有,他搞不清自己国家具体要割让哪些地区,好在知道了也没什么用,反正还没过一年,整个杰克都被割让了。 占领杰克斯洛伐克全境后,希特勒的胃口越来越大,又在1939年9月1日闪击波兰,这次的借口是波军在边境挑衅,所以德军不得不越过边境制止这一入侵行为,并维护东部边境的和平。 这么天才的逻辑,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,但是德国国内一点质疑的声音都没有。 敢质疑,能质疑,会质疑的人,要么早就跑到了别的国家,要么已经在集中营里关着呢,剩下的德国人呢,他们都在高呼嗨,希特勒。 实际上,从吞并奥地利开始,他们就为德国审判共产党国会纵火而高呼,也为把犹太人送去做肥皂而呼喊,甚至亲自上前线为了他们的德意志复国。 这种呼喊一直高呼到苏军攻占德国国会大厦,他们都被希特勒洗脑了,纵观整个纳粹德国历史。 民众被一种狂热所裹挟,听不到另一个声音,只是妄想着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。 第四个故事,当年的日本跟纳粹德国差不多,他们的逻辑一向是,有困难要上,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,比如七七事变,日本的借口是一名日军士兵在晚平城内失踪,可是等他们占领了晚平城,却没花过一分钟去寻找这个士兵,日本国民完全不在意这些。 事实上,他们什么都不知道,他们只相信日本被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了,日本是受害者,日本在进行正义的战争。 如果你去看看日本自从1937年到1945年的报纸,你会惊奇地发现,日本人在他们的报纸里所印刷的是,日本才是受害者。 这八年里,日本人报纸里,印刷最多的词语是英美鬼畜,严惩报纸,他们把所有的战争罪行都责怪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身上。 在当时日本的宣传里,战争是中国人挑起的,资源是被英美鬼畜抢走的,日本资源有限养活不了一亿日本人,日本天天面临亡国的危机,如果不打出去,英美就要侵略到东京湾了,当时的日本人民也被洗脑了, 他们绝大部分人都只能听到日本官方的唯一一种声音宣传,这也是回顾日本二战时,你会发现在南京被日军攻陷后,东京全城百姓提灯游行庆祝占领南京,而日本妇女甚至有人自尽身亡,只为了让前线的丈夫不要挂念自己。 难道连一个反对侵略战争的明白人都没有吗?那倒也不是,可那些人有的运气好一些,被关起来了,也有的运气糟糕,被暗杀了。 当然,暗杀这个词用的也不很准确,很多人其实是被明杀的,有时候凶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完了人,跑到警示厅自首,还义正词言地说自己这是为国除奸, 主张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的首相全阳义被刺杀的时候,有二十多万日本国民按血手印为凶手请命,高呼全阳义这日间卖国求荣,早就该死,杀得好杀得妙,这样的国家,你还想跟他讲理? 洗脑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?他能使一个智力正常的人,长期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爬行, 然而至死都不知道,自己从小信仰的真理,只不过是一个骗局,如果您觉得有所收获,麻烦帮忙点赞,转发,订阅,谢谢收看。